高鐵橋下包含台中市議員 楊永昌跟建設局 觀光局等相關單位 會堪協調並討論 因為一旁大約900公尺的空地 正有長草垃圾堆積 閒置多年非常可惜 地方也希望能夠改善利用 雖然這樣發臭 沒有人管理 都讓土本搜 所以造成一個髒亂 如果有人管理 做立美化 這說起來 對地方是一個非常好的德政 地方指出 由於高鐵列車 每天都有數趟車次 而基於安全上的考量 高鐵橋下土地 遲遲不能開發運用 而如果能夠有簡單的立美化 不僅能夠增添地方的休憩空間 更能夠美化市場 因此地方里長跟里民積極努力 希望爭取設置觀光步道跟立美化 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 當然發覺能力的人 當然對高鐵的下空地 以北 東明路以北 農宗有九百公修 如果能夠 做一個步道 立美化 我相信對這兩個里的社區 活動空間能夠增大 對他們的生活品質會提高 初步的規劃大概我們會朝向 用自行車道的方式 跟植栽綠美化的方式 那會設置一些糧亭 或者是一些座椅這邊 來提供給民眾這邊的休憩 那未來這個大概會成為一個比較 悠閒的一個產業 跟當地的一個農產品在這邊來做結合 那能夠推動產業跟那個休憩來做結合這樣 立方還表示 目前第一期工程款大約五百萬元的經費 將會打造出公共步道跟綠美化設施 而接下來的厚里 外埔 神崗等高鐵橋下的空地 也將一併的開闢 希望能夠打造出新的高鐵自行車步道 增加運動休憩場所 記住王盛炫 台中採訪到 好 好